今天来看一部二战太平洋战争剧集《雪战太平洋》 又名《太平洋战争》 这是一部由HBO公司出品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联手汤姆·汉克斯制作的二战题材电视剧 这部总投资两亿美刀的战争剧作虽然只有十集 但是它涵盖了二战时期美军太平洋战争中的几次重要战役 制作精良真实惨烈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欣赏它 但由于篇幅的限制 小编将按照战役的发生地点 分开来解说这个长达十小时的战争剧作 闲话不多 电影开始 中途到海战后的两个月 1942年8月 也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八个月后 美军和日军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瞄准了这个南太平洋地区 默默无闻的小岛 瓜达卡纳尔 战前动员会上 海军陆战队中将普勒 给眼前的士官们分析着眼下的局势 战争已经爆发 此后他们将在地图上 这些没有听过名字的小点点上作战 胜利必将由你们创造 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医师 不善表达的老爹来送他最后一程 由今家庭富裕 老爹是一名有名的医生 但由于心脏疾病的原因 他无法加入军队 而他的好友菲利普 却能如愿以偿的参军 1942年8月7日 美军执行代号料望台行动 开始登陆瓜岛 战士们被安排吃最后一顿像样的早餐 中卫慷诚词地为即将登陆的士兵鼓舞打气 随后士兵们乘坐登陆艇向着瓜岛出发 每个人心里都忐忑不安 谁都不知道当苍盟打开时 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 然而令他们惊讶的是 滩头正地上却是祥和一片 早前登陆的士兵们懒散地躺在沙滩上 并没有出现激战的一幕 由于日军没有想到美军会这么快在这里登陆 他们并没有在滩头设防 稍作修整之后 美军开始向岛内推进 瓜岛是在16世纪被西班牙探险者发现 所以他有着一个奇怪的西班牙名字 长150公里 宽48公里 岛上全部被热带雨林覆盖 到处都是椰子林和茂密的野草 日军在岛屿的北部平坦地带建立起了机场 使这个岛成了南太平洋海空交通的枢纽要地 夜晚H连在临时防御攻势中驻守 由于太过紧张 勿将一名出来撒尿的士兵射杀 然而一路过来 他们并没有受到日军的抵抗 对方好像消失在了这个岛屿上一样 而此时的美军也不知道 起初的日军在瓜岛也仅仅只有3000多人 对面的五团部队已经占领了日军机场 H连在机场对面的山机上建立起防御攻势 夜晚的海面上 美日双方正在进行激烈的海战 这次海战也就是著名的萨沃岛海战 美军完全惨败 第二天他们就看到了海战的结局 海面上漂浮着各种残骸 海军已经撤走 这就意味着登岛的陆战第一师 已经完全孤立 没有后援 随后日军不断向这里加派登陆部队 势必夺回瓜岛 美军则在日军将要登陆的滩头射防驻扎 就在当天晚上 滩头的树林中人影绰绰 日军向H连防守的滩头阵地发起了进攻 正面受到美军火力压制 日军随即转战左翼进行突袭 罗伯特收起重击枪 也前去加强左翼防守 对面的日军发起了死亡冲锋 一夜的战斗结束 滩头上留下了几百具日军尸体 而他们长期的驻守没有物资补给 与眼前来换防的地连士兵相比 他们个个都显得狼狈不堪 由于日军的不断增援 驻防的美军即使在夜里 都会受到炮火的不断问候 只能躲在战壕中祈祷上帝 白天忠孝向巴隆斯他们坦言 其他部队都去了北边防御 这里现在就只有我们了 大家听了不免心情沉重 随即H连在深入林中 30码的位置设立防线 拉起了铁丝网 一晚日军果然从这里发起了冲锋 巴隆斯是一名机枪手 子弹像泼水一样射向日军 很快就打退了日军的第一波进攻 短暂的安静过后 日军又扑了上来 完全是玩命般的冲击 巴隆斯只能扛起机枪后撤 第二道阵地上 日军已经冲到了眼前 就在此时巴隆斯赶到了 来不及多说 他直接将机枪架在了树干上 开始疯狂射击 眼前的日军如同打了积雪一样 又在机枪的扫射下如割草一般纷纷倒地 尸体堆成了一座小山 苦战了一夜终于天亮了 三拍在正地前躺满了日军的尸体 而这次战斗也只是整个刮岛战役中的一碟小菜 经过四个月不眠不休的缠斗后 第一师的队员们疲惫不堪 最终换房撤出了刮岛 当登上船的士兵再次握着温热的咖啡时 才真切地感受到没有硝烟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好 第一师撤到了澳大利亚墨尔本 在这里他们成了人们眼中的英雄 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莱吉也在这里邂逅了自己的女神 有了一次短暂的爱情 而机枪手巴龙斯因为在夜战中表现突出 被授予荣誉勋章 担负起回国销售战争债券的任务 经过短暂的修整后 第一师又登上了战争的巨轮 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他们前面的也只有更残酷的战斗 然而真实的瓜岛战役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加残烈 根据战后统计 瓜岛战役从1942年8月开始到1943年2月结束 期间美军地面部队参战总兵力达到6万人 阵亡约7000多人伤7789人 损失军舰24艘飞机615架 而日军共有3.6万人投入战场 19200人丧生 损失军舰24艘飞机892架 这次战役也粉碎了日军 整个第二阶段太平洋战略进攻计划 《雪战太平洋》第一部瓜岛战役结束 这一部中小编概括了整个剧集前三集的主要内容 也就是瓜岛战役 剧中出现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 H连机枪手莱基 D连机枪手巴龙斯 还有海军中将普勒都是真实历史人物 而瓜岛战役拉开了盟军反攻日军的序幕 后面的战争将更加残酷 精彩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阿亮 谢谢大家观看《雪战太平洋》第一部瓜岛战役 喜欢的话请点个赞支持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 上集讲到的是《雪战太平洋》前三集的内容 主要讲的是瓜岛战役 整个瓜岛战役持续了四个月之久 最终以日军武力进行消耗战而撤出了瓜岛结束 据中我们提到的海军医师 H连机枪手莱基 还有一战成名的地连重机枪手巴龙斯 瓜岛战役结束了 然而战争还没有停止 海军医师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1943年12月26日 美军陆战医师登陆格洛斯特角 大家对于这个地名或许有点陌生 小编这里略微介绍一番 在新几丁亚东部有一个新不列颠岛 它的面积是瓜岛的七倍 而格洛斯特岛位于新不列颠岛的西北角 在新不列颠岛东北角有个地方叫拉鲍尔 拉鲍尔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重要据点和枢纽 美军于43年6月发起了硬币行动 目的就是夺取拉鲍尔在内的13个岛屿 而登陆格洛斯特角就是这个行动的一部分 而美军这次登陆的目的就是占领这里的机场 莱吉所在的陆战一团二营则作为牵引兵力 在格洛斯特角西面登陆 由于这里地形复杂行军困难 日军也认为美军不会看上这里的机场 所以此地的日军守备兵力比较薄弱 二营登陆后也未遭遇猛烈抵抗 在和平年代中这里风景秀丽 甚至能当作旅游圣地 而现在这里却处处充满杀鸡 登陆几天后 二营派出小谷巡逻部队深入密林侦察 也发现一些日军的踪迹 店后的莱吉觉察到异常 马上隐藏在树干后面 这里除了自己的小队 能出现的只有鬼子了 他猛的起声以正扫射 面前的鬼子措手不及 就直接去了极乐世界 莱吉也慌忙赶上了小队 说明了情况 由于此时这里阵风雨季 老天爷相当任性 说下雨就下雨 一点不含糊 也不在乎大家的感受 待在这里的每个人 衣服几乎每几天时间是干的 然而就在大雨倾盆的夜间 约一百名日军对二营阵地发起了攻击 哨兵发出警报 战斗瞬间打响 短暂的交锋结束了 黑夜中只留下一地尸体 由于陆战医师主力 已经拿下了格洛斯特角机场 日军不得不全面收缩防线 二营继续推进的过程中 也只是遇到了几个丧失战力的垂死日军 对于现在的二营来说 鬼子则不是最大的威胁 反倒是这里的环境成了最大的杀手 这是对一个士兵意志力极限的考验 三天两头的下雨又没有烘干条件 衣服粘在身上的感觉想想都很酸爽 雨大的时候甚至可以引发洪水 若待在散冰坑过夜 都有可能溺水而亡 莱吉也感到已经无法忍受 恶劣的环境折磨得他几经崩溃 有的士兵因为无法忍受 而患上了精神疾病 到最后自己了结了自己 最终陆战医师换防修整 最奇葩的事情出现了 据说原本的修整地带应该是在澳大利亚 但当时某位高级军官 在空中飞过帕弗弗岛的时候 对这个岛屿感觉不错 所以这里也就成了陆战医师修整的地点 影片中我们看到帕弗弗岛风景修理 可实际情况却是这里条件相当恶劣 至于拍成现在的风景修理 阳光灿烂 估计也是不想打脸吧 在这期间莱吉患上了银药症 不得已被送往后方帕尼卡岛医院治疗 在医院他看到了更多的因为战争引发精神疾病的士兵 专业的说是战争恐惧症 而这种疾病在太平洋战场非常普遍 紧张焦虑恐惧 据说美军在新乔治亚岛战役中 曾有一个团四分之一的士兵得了此病 可见战争伤害的是彼此双方 在后方调养了一周的莱吉 始终放不下前线的弟兄 最终他提前一周申请重返部队 那里条件虽然恶劣 但是那里有着自己的战友 1944年6月 上一步因心脏问题而不能参军的尤金 也加入了陆战医师 整个陆战医师在帕夫辅导休整期间 共有约5000名新兵加入 而这些新兵弹子自然而然的就会在老兵的善意下 体验各种军旅生活 这里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军的轮换制度 可以说是一种积分制 比方说服役一个月可以暂时积分 获得战功额外获得20积分 当暂购一定积分后 你就获得了回家的资格 我们看到的场面 就是现场抽取回家士兵名额 经过三个月的休整 陆战医师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而接下来他们将面临太平洋战场上 最血腥的一场战斗 血战贝里流 小编再次先卖个关子 打算用一整期的视频来单独介绍贝里流战役 这一期的视频虽然战斗场面不多 只是介绍了陆战医师在布洛斯特角和帕夫辅的场景 而本期中的陆战医师 在这里首先要面对的敌人不是凶残的日军 而是大自然 恶劣的环境下 人类是多么的渺小与无力 战争对于战士们的精神创伤也不容忽视 甚至时间都难以磨灭 从整个剧集的推进来看 下一期开始 大战才真正的拉开了序幕 贝里流 硫磺岛 冲绳岛 大家都或有耳闻 那里的战斗也将更加残酷 陆战医师能走多远 杀场老兵又能走多远 我们下期再看 好了 今天就到这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下期将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继续来看雪战太平洋第三步 与星不列颠岛的战役 而前两步包括了整个剧集前四集的内容 也大体给我们勾勒出太平洋战场的轮廓 同时也拉开了大战的序幕 闲话不多 第三步开始 1944年9月4日 在帕福福岛休整过后的陆战医师 又踏上了征途 这次的目标是距离此地 1800海里的贝里流岛 那里驻守着日军陆海军人员1万多人 而此时的陆战医师已经接近了3万 先简单介绍一下贝里流岛 他的形状好像一只龙虾的钳子 面积只有12.8平方千米 经过美军战前研究 岛屿的东部、南部以及西北部 不是因为日军防守严密 就是地形因素 都不适合登陆作战 只有在西边滩头登陆相对容易 1944年9月15日 陆战医师分别出动6个营 作为登陆的先头部队 开始对贝里流岛发动了攻击 尤警所在的陆战5团3营 也是登陆先锋营的一支 做好了登陆准备后 士兵们依次登上了履带式装甲登陆车 出发的口令从中尾的口中吼出 舱门缓缓放下 登陆车一跃而出 远处的滩头被硝烟笼罩 而这次的登陆作战 美军意识到肯定会很艰苦 但是持续时间不会太长 会在4到5天内结束 毕竟这个岛只有8张那么大点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此时的日军方面 已经改变了先前的作战方式 痛定思痛后 放弃了鲁莽的万岁冲锋的打法 而是利用岛屿地形 构建出多种复合防御系统 来与美军进行持续的消耗性作战 对于有备而来的美军 日军做了充分的准备 虽然在登陆之前 美军大口径火炮 已经对贝里流狂轰了3天 缺陷了17万发炮弹 但在滩头 依然有不少坚固的攻势与安保 没有在炮火中被摧毁 这就给登陆作战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滩头的美军 被日军火力压住 推进缓慢 游金虽然紧张害怕 但还是匍匐着向前爬着 现在只有迅速的离开滩头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随后他鼓起勇气 向着自己的队友靠了过去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 应该是美军的第二步登陆攻击 根据史料记载 真实的登陆作战中 美军的第一波登陆 超过1000名战士阵亡 60艘登陆艇 26艘两栖装甲车被毁 不得不下令撤退 而在早晨8点更换了登陆地点之后 又恰巧遇到了日军 防御最薄弱的区域 才得以成功 莱吉也参加了登陆作战 他是从瓜岛战役到现在 生存下来的 为数不多的战场老兵 也是军队中最珍贵的资源 美军在摊头站稳脚跟之后 士兵们开始小心地推进 这里到处都是暗保 稍有不胜就会被打黑枪 游金所在的舞团 推进最为迅速 他们一路穿过了 机场南部的灌木丛 成功地将岛上的日军 分割成南北两块 但是马上反应过来的日军 对他们的左翼防线发起了攻击 就当日军坦克将要突破 舞团防线的时候 及时赶到的希尔曼 一炮轰爆了他 又一炮轰掉了远处的机枪阵地 日军的进攻暂时被打退 舞团的战士们得以稍作休整 在机场附近建起了防御阵地 就这样相对平静的一夜过去了 由于岛上气温很高 加上战斗强度太大 美军的补给也出现了问题 阵地上一度出现饮水齐缺的场景 仅有的水潭也被日军破坏 没有水喝只能继续忍着 此时上次下达作战指令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 必须直达中部山区地带 而日军在中部山区 挖掘了大量的坑道攻势 架设的火力直接覆盖了眼前的机场 也只有穿过这个机场 才能到达中部山区 消灭日军覆盖机场的远程火力 而日军似乎意识到了 美军即将有所行动 也布置好了兵力火力 九点行动开始了 为了迅速穿过机场 美军并没有练战 但即使这样一路狂崩 也只是穿过了一半路程 却被迫停止 日军火力太猛 伤亡太大 来几奋命前去寻找 可以联系空中支援的电台 最终在空中支援的配合下 美军得以顺利穿过机场 但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些残存的日军 还在殊死抵抗 也被一点点的清除 经过一夜的休整 尤金和战友们 继续向着中部山区出发了 当队伍接近中部山区时 中尉决定还是先侦查一下情况 这片山区严格来说并不算山 而是由十来座高度 在100米到300米之间的珊瑚岭构成 完全是丘陵和悬崖峭壁 南北长约1000米 东西长约400米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五姑娘山 日军在山上可以看见 岛上大部分区域 而且这里有着500多个石灰石的山洞 彼此相连 是日军在贝里流岛主要的防御攻势 只要拿下这座山 也就取得了贝里流岛的制高点 经过一系列火力侦查 中尉发现这里防守严密很难接近 最终决定还是先回营部汇报再做打算 夜晚的游进和战友们在山下设防 敌人就在眼前 整整一夜 大家都没敢放松警惕去大睡一觉 第二天接到团部指令 射出了眼前的山脚阵地 但还是被命令沿着东路清理山脚残敌 而在穿越机场行动中 附上的老兵来击 则乘船回去后方进行治疗 被里流的战斗依然在继续 五团三营联合二营从岛屿的东部地带 开始慢慢地推进扫荡 经过惨烈的拼杀 五团用了几天时间 便平定了岛屿的东部区域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机场 得以暂时休整 同时得知另一边的七团 也完成了对岛屿南部的清理 短暂的休整之后 五团的战士们又有了新的任务 也是最后的战斗 他们联合七团 开始对岛屿北部展开清理 必须拔掉五姑娘山这个最后的钉子 半路上遇到了从北部撤下来的路战一团 整个一团在进攻北部区域时遭受重创 全团阵亡过半 看着眼前狼狈不堪的战士们 游进似乎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而前面的路也并非一路平坦 日军在沿路有不少的暗保 推进的过程牺牲在所难免 最终来到了山脚下 这里激战震撼 日军利用地形和坚固的珊瑚岩 在这里修筑了五百多个坑道火力点 在这最后的战斗中 美军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即使这位酒精沙场的老兵 也在眼前的惨状下崩溃失态 而K连的连长阿克也在战斗中牺牲 他是被日军狙击手拘杀 而整个贝里流岛战役中 日军的狙击手无处不在 并且拘杀了陆战医师 营级指挥官汉金斯上校 这也是美军在这里阵亡的最高级军官 随着连长阵亡 尤金的三营K连也从山腰上撤了下来 连队也阵亡过半 K连随后被下令登船撤离 于10月30日抵达帕福福岛休战 但是单凭陆战医师的推进 贝里流始终没有拿下 期间美军不得不将陆军81师投入战斗 终于在11月27日 经过长达73天的大规模作战后 才将驻守日军主要力量歼灭 但仍有小股残余日军化战为零 一直持续地进行游击战 真正的战火平息 是在1947年4月21日 以山口永绍为首的34名日军投降 才给这个长达三年的贝里流战斗画上了句号 而这场战役也被认为是太平洋战场上最惨烈的战役 消耗时间之久伤亡之大 以及物资方面的消耗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仅仅弹药的消耗都要超过后面的硫磺岛等战役 最后战后统计 消耗弹药达到了4万多吨 其中陆战医师就伤亡了1万多人 而日军也付出了阵亡10695人的代价 几乎全被歼灭 但最为难以置信的是 原来在战役开始之前作战总部已经下达了取消攻打帕劳群岛的命令 也就是终止了攻打贝里流岛 但是由于电报晚到了48小时 美军已经开始了进攻 麦克阿斯大人也来不及取消了 所以至今这场战役仍然是二战中最具争议的战役之一 因为贝里流岛在整个美军跳岛战术中 他的战略价值微乎其微 而那些牺牲的上万将士亡魂 不知道能否接受这样的事实 那些当时的决策者是否会愧疚难当 但对于在后方休整的陆战一事而言 战争还没有结束 他们在帕弗弗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 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接下来的战役也更加残酷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雪战太平洋第三步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下期将会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在第一部《雪战刮岛》中 我们曾提到重机枪手巴斯隆 他曾在刮岛战役中一战成名 用两艇机枪顶住了上千日军的万岁冲锋 由于表现突出 刮岛战役结束后 巴斯隆被军方授予最高荣誉勋章 他也是第二个获此殊荣的陆战队员 随后他便被送回美国推销战争债券 整整干了一年的推销员工作后 巴斯隆最终主动申请返回了军队 那里才最适合自己 1944年1月21日 陆战武师在彭德莱顿训练营成立 巴斯隆也加入了陆战武师 起初的他只是在训练新兵 期间认识了中立里娜 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在同年7月两人结婚 就在两人欢度蜜月后不久 美军酝酿已久的 针对日本内陆防御圈的作战开始了 在马里亚纳战役中 日军大败美军之后 已经完全丧失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 美军可以直接派遣重型轰炸机 轰炸日本本土 但由于马里亚纳距离日本本土太远 从这里起飞的美军轰炸机 又会遭遇到硫磺岛起飞的日军飞机拦截 硫磺岛又处在马里亚纳与日本本土之间 所以这个岛变成了美军攻击日本本土的最佳跳板 日军也知道硫磺岛的重要性 派遣中将力临中道担任师团长坐证硫磺岛 而在这个面积只有21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岛上 却驻扎了2万多日军陆海军士兵 他们不仅构筑了坚固的防御攻势 而且还挖掘了长达18千米的连接这些攻势的坑道 力临中将也决心利用这些设施 来与美军殊死抵抗 1945年2月 美军舰艇编队向着硫磺岛出发了 巴斯隆也随着陆战五十参战 1945年2月19日 美军抵达了硫磺岛海域 美军舰炮支援编队开始对硫磺岛进行登陆前的炮击 而在此前的2月16日到18日的三天中 美军已经对硫磺岛进行了三天的轰炸与炮击 消耗了24000吨炮弹和炸弹 相当于硫磺岛每平方公里 承受了1200吨炸弹轰击 但日军凭借坚固的地下攻势 大大降低了损失 早上8点30分 低波68辆履带登陆车开始出发 向着滩头冲击 9点整由第四第五陆战师组成的 低波3万人的登陆部队开始登陆硫磺岛 由于日军没有打算在滩头直接阻击美军 所以开始的登陆非常顺利 岛上初期的安静 不远处暗保中的日军 也一直在窥视着登陆的美军士兵 看着他们一步一步的走近 就在美军登陆部队推进了200米左右的时候 此时已经进入了日军火力覆盖范围 枪声突然响起 美军士兵应声倒下 紧接着四处开花 硝烟四起 枪声炮声此起彼伏 一时间美军又被完全压制在了滩头 伤亡惨重 前进受阻 巴斯隆所在的陆战50比40晚登陆了大约20分钟 所受到的炮火相对比较弱 他看着身边不知所措的新兵弟兄 巴斯隆让他们赶快离开滩头 待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勇敢的冲出去才有一线生机 而日军兼顾的暗宝则是登陆部队最大的威胁 巴斯隆指挥士兵迅速架好机枪 点射暗宝射击窗口 另边的爆炮组战士借此机会靠近暗宝 将炸药包扔了进去 轰的一声解决了一个 随后的喷火兵跟上 就在这样的配合下 美军艰难的一步一步的推进 也幸亏有巴斯隆这样的老兵在一线指挥 新兵战士才知道怎么去对付日军 而就在推进的过程中 巴斯隆不幸中弹 和许多应有的战士一样 永远的留在了冲锋的路上 金戈铁马去 马戈果实环 在这弹丸小岛上 美军参战兵力达到了11万 而注视的2万多日军 凭借坚固的地下攻势 硬生生与美军熬战了一月之久 1945年3月26日凌晨 美军几乎占领了硫磺岛 日军中将利林中道 也自知大势已去 亲自集合了眼前仅有的 还能站得起来的大约350名残军 在他一番慷慨成辞之后 向着2号机场美军的营地 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由于是在凌晨发起的突袭 许多美军战士尚在睡门中就被杀死 利林中将重弹后被副将救出 最后也抛妇自杀 这股残亭也被美军歼灭 就在当日美军宣布硫磺岛战役结束 但零星的战斗却持续到了4月底 这场战役中巴斯隆阵亡了 而远在家乡的新婚妻子李娜 却还在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而李娜也只是那一场 殃及全球的战争中一个缩影 在那时那片天空下 还有多少父母多少妻儿 翘首期盼着自己的亲人归来 战争伤害的都是彼此双方 影片至此全部结束 在这一部中 小编为了更好地展示整个战役的过程 特意将父辈的旗帜和流氓岛加书 两部经典影片中的几个情节融入了近来 虽然拍摄流氓岛战役的影视作品很多 但影片也只能让我们看到战役的一小部分 真实的战争场面 远比我们看到的要残忍残酷的多 从1945年2月19日开始 到3月26日结束的这次战役 就在这个巴掌大的地方 美军伤亡达28000余人 而2万多日军驻守部队几乎全被歼灭 而这次也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 唯一一次伤亡大于日军的战役 拿下了流氓岛 不仅是美军获得了轰炸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 也打开了直接攻击日本的大门 而在下一期视频中 小编将为大家带来太平洋战场上 规模最大的登陆作战 也是太平洋战争中最血腥的战役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下期将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来看雪战太平洋第五部 也是这部十级民意剧的最后一场战役 决战冲绳岛 冲绳岛战役代号冰山行动 是二战太平洋战场中 规模最大的两期登陆作战 想话不多故事开始 随着上一部流氓岛战役的结束 时间已经到了1945年 这距日本投降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而就是在这几个月中 虽然结局已经注定 但此时日军依然顽抗到底拒不投降 本篇开始于1945年5月 此时的冲绳岛战役已经进入胶着状态 雨季的环境给美军的推进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由于现在是在日本本土作战 日军的抵抗异常凶猛 美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而整个冲绳岛战役 也是太平洋战场中最为惨烈的一战 由今所在的陆战一师五团 换防半月山阵地的陆战六师 远路都可以看到受战乱殃及的冲绳援助居民 他们在这场战争中 家破人亡凄惨不已 凝宁的路边带着几名日军俘虏 时不时受路过的美军嘲讽 冲突摩擦也时常发生 而纵观整个太平战场 美军抓到的俘虏少之又少 日军不祥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美军战士也怕了日军的炸响 由今所在的K连冒着炮火 进入了半月山阵地 山上密布着日军火力点 由于地形严肃 坦克在这里都很难发挥作用 只能依靠步兵一点一点的推进 而到了晚上 这里时常会大雨连绵 新兵男忍受这样的恶劣环境 偷偷的将盖着迫击炮炮弹的羽衣 与自己破损的羽衣调换 而在雨中挖着散兵坑的油巾 却挖到了一具日军尸体 而连长却说这很正常 的确现在的半月山阵地 到处都是弹坑和被掩埋的尸体 剧情中有这样的场面 由于太过惨烈 这里就不展示了 此时连长下令执行射击任务 新兵调换了雨衣 导致雨水打吃了炮弹 排击炮出现了哑弹 排除哑弹后 又不得不去路边 再拿新的弹药 而就在返回的途中 一名老兵被日军暴头阵亡 回来后 希尔顿将怒火撒到了新兵身上 这名新兵也自知闯下了大祸 随后的几天中 尤经所在的K连 几乎都在这泥泞不堪的政地上度过 美军每天的伤亡都在数以千计 士兵在充满泥泞及雨水的战壕里战斗 随处可见的日军尸体令人作呕 战士们心里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煎熬 从整个剧集来看 这一集也是将雪战太平洋的反战情绪 上升到了新的层次 种种战争的残酷 直接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从震惊再到沉默 悲伤 让人不免感到 希望永远不要有战争 但月山争夺战后期 K连在坦克的掩护下 一点一点的推进着 拔除着每一个暗宝 清理着富裕顽抗的敌人 时至45年6月21日 冲升岛战役终于结束了 岛上90%的建筑完全被摧毁 曾经郁郁葱葱的热带岛屿 变成了一个不满泥硬腐烂的领域 尤经所在的K连 从开始参战的235人 到战役结束时仅有10人幸存 战役的残酷可见一斑 整个冲升岛战役中 美军的地面部队伤亡高达4万多人 另有2万多非战斗人员损失 日军死亡人数达到了11万 被俘7000余人 就在尤经所部休整的过程中 他得知美军在日本广岛长期投下了两弹 日本现在终于决定向盟军投降 战争也结束了 本集也只是演绎了 尤经所在联队 在半月山争夺战中的场景 而半月山争夺战 也是整个战役中最残酷的战场之一 由于这一集中 展示的一些场景太过惨烈 不便在视频中过多展示 如有条件请大家线下观看 而第10集的内容 也是整个剧集的最后一集 经过几年的生死熬战 有的人永远留在了那片战场之上 有的人幸运地回到了亲人身边 战后康复出院的莱吉回到了家 继续做起了编辑 尤经后来成了一名生物学博士 一直以教书为业 而这部迷你战争剧集 也取材于他在1981年出版的《战事回忆录》 与老兵同在 佩里流倒和冲绳 这次整个《雪战太平洋》系列全部结束 小编通过五期视频 给大家简单介绍了这部迷你剧集 而原本的剧集更加的真实惨烈 战争是真实的 而这部影片也是真实的事情 虽然有些画面看了让人压抑 但它的确发生过 有的人说好的战争电影都是反战的 小编觉得这部迷你剧也值得大家一看 同时也推荐一部他的兄弟片 《兄弟连》 它是一部欧洲战场二战剧集 或许大家都有所耳闻 好了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